大家好,最近把PS4的游戏超凡双生通关了 玩了一个多月,和各位分享一下 超凡双生也是Cautic Dream QD开发的游戏 QD一共做了三款游戏 一个是暴雨,超凡双生和底特律变人 这三款游戏我现在都已经通关了 我最先玩的是底特律变人 很喜欢这种类型的游戏 后来又买了数字版的暴雨和超凡双生 我个人感觉超凡双生是这三款游戏里最好的 故事写得好,画面也好,操作也容易,代入感强 最关键的是女主很可爱 超凡双生是2013年的游戏 但是它的画面比2010年制作的暴雨进步很大 游戏画面的背景和前景人物都太给力了 造型圆润,几乎看不到锯齿 虽然是PS3游戏的重制版 但是有PS4游戏的感觉 游戏的细节也不错,就是简单了些 不如PS4的某些大作丰富 可能是当时机能受限 不过已经很不错了 和2018年出的底特律变人非常接近了 真没想到PS3的游戏也能做到这种级别 可能是重制版的缘故 画面好,但是不丢针 底特律变人有些场景能感觉到掉针 超凡双生这款游戏的操作体验也有很大进步 虽然游戏中有射击 但是不需要瞄准 直接按R1即可 也有QTE的操作 但是按键简单 操作的时间充足 动作判定也很宽松 整体来看难度不高 比暴雨要简单多了 这款游戏中的人物相貌和演员十分的相似 在游戏的最后几章有个老将军 长得非常像暴雨里面的那个变态医生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扮演者 女主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 在游戏中人物的比例 还有她的动作神态 地平线黎明诗芬里面那个女主角小时候的样子 那个小女孩要好得多 超凡双生里面的小女孩 她的比例更像真实的小孩子 在游戏通关之后 我看了一些关于人物动作采集的后期制作视频 原来这些过场动画中的人物的动作和配音是一气呵成的 在采集人物动作的同时把声音也收集到了 在视频下面的相关视频里 我还看到了美国末日这款游戏的动作捕捉视频 它和超盘双生的拍摄方法类似 但是美国末日没有面部表情的采集点 美国末日里面的演员和游戏中的人物不像 可能也是有意这么安排的 在美国末日里有一段多人表演的场景 艾莉乔尔还有一个老男人 具体情节我忘记了 他们表演的是在一个房间里 艾莉偷偷地打了那个老男人一棍子 对话时间很长 但是我看他们的表演好像是一个长镜头 他们的走位 动作 拿道具 台词 移境到底 演员功底十分厉害 超盘双生这个游戏的叙事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按时间的顺序 从小时候到成人 还有一种玩法是比较乱的顺序 我选择的是比较乱的顺序 这样有节奏感 一会儿小时候 一会儿长大后 开始有点晕 但是感觉不错 QD这三部游戏的导演和编剧 都是同一个人 叫大卫凯奇 法国人 这个游戏翻译成中文叫超凡双生 其实英文是两个灵魂的意思 具体前面那个Beyond是什么意思 等你玩到游戏的最后一个章节就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了 超凡双生整个游戏由20多个章节组成 每个章节的时间不同 大部分游玩时间都很长 一个小时左右 有几个章节很短 这种分章节游玩的感觉和神秘海域系列很像 都是二十几个章节 超凡双生里面有一个章节很不错 是美国西部背景的 第一次玩的时候 代入感很强 特别是深夜出门的那个场景 太棒了 这个场景我玩了两次 这款游戏的分级是16加 我感觉超凡双生在这个方面比暴雨强得多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期待的画面 大部分剧情可以让小孩子看 只不过接吻的镜头有点多 有几个场景有点敏感 需要注意一下 一个是女主被放在台球桌上 还有一个场景是他们喝完红酒之后 做的事直接引去了 镜头一转直接到了第二天醒来 QD这三款游戏我都玩了 其中底特律和暴雨我都玩了两次 看到了两个结局 我感觉超凡双生玩一次就够了 不需要从头玩第二遍 因为依次通关几乎把80%以上的剧情都看到了 如果没有打出来的分支可以单独游玩一下 比如最后一个章节我玩了两次 玩了之后就懂了在这不多剧透 超凡双生的剧情画面情节都很好 等以后有时间我还要从头玩一遍 按照时间顺序玩 关于超凡双生的游戏体验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个准备玩的游戏是低频线黎明时分 这款游戏也买了很久了 一直没玩 今年夏季他也要出PC版 最近被炒了起来 正好玩吧 好好体验体验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见